用艺术陶冶身心也能够为工艺尽一份心力 为了帮助身心障碍者 李嘉美在2017年的9月是成立了小光点画廊 鼓励身心障碍朋友靠着自己的创作才华来自力更生 而这次呢小光点画廊也来到了救国团云林团委会进行展览 民众欣赏之余也可以购买画作 来表达对身心障碍艺术家的鼓励与支持 房间里头摆满了各种美丽的创作 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这些都是由身心障碍艺术家所创作的作品 为了让更多人可以来欣赏 这次小光点画廊也特别来到救国团云林团委会展出 我们的画家其实可以透过这场画展 然后得到很多鼓励 然后再继续创作 其实我们很多画家 他因为长期在家里 他都没有出门 然后感觉自己被否定了 然后有一次我们就有人收藏画作 他就很开心传讯息跟我说 家美我觉得我不是废物了 我觉得我对这社会有用处 所以我要继续努力继续创作 身心障碍者若要完成画作 可能要比一般民众付出更多的心力以及精神 现场战地上也来鼓励各界踊跃以行动来支持 同时也率先采买了商服画作 我想大家用行动来表达对他们的支持 对他们来讲 可以说是莫大莫大的鼓励 尤其是我们在现场有好几位 我们的这些艺术家 他们的这个创作 真的是栩栩如生活生活现 就好像清零现场一样的那这样的一个情境 我是极为准商 那我的手部工人是没有办法拿屏的 那所以我都是用嘴巴来压比来画画 所以画一幅画通常都要两个月 甚至两个月以上 那画出来的作品如果有人被人家收藏 像现场来收藏 那我是非常非常非常开心 小光点画廊创办人李嘉美 从出生就有先天的重型海洋性评写 成长过程也可以说是十分辛苦 为了帮助更多的身心障碍者 他也在106年创立小光点画廊 希望让更多人来认识身心障碍艺术家 并让大家靠着自己的艺术创作自立生活 我们因为希望不要再让身心障碍者被贴上 只是需要帮助的标签 所以我们希望每个画家都可以透过自己的艺术才华 然后为自己赚取生活费改善生活 然后自立这样子 所以很感谢我们在云林救国团友会里面举办 然后也谢谢县长收藏我们画家的三幅作品 让画家可以勇敢画出自己的生命 那如果其他朋友没有空来参加我们这个画展 其实也可以去到Google上面搜寻小光点画廊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作品还有画家的故事 然后如果喜欢其实也都可以直接点进去支持我们 目前小光点画廊的作品创作也将在救国团展出至11月1号 除了欢迎大家前往欣赏 同时也可以透过网络来认识每一位艺术家的故事 或是来采买他们的作品 一起来支持身心障碍艺术家的创作 借将以云林线采访报导